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媳妇做点好吃的 一会儿她回来 我给她道个歉 这事就过去了 赵道哥 你吵啥呢 宝爷们儿在家给媳妇做点饭 不丢人吧 我媳妇回来了 一会儿拜托大家 多给我加加油 那个 你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舔的毛病啊 你赌门干什么玩意儿啊 让我进去 吃饭了吗 饭吃 吃没吃 吃没吃饭啊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玩意儿 你说 媳妇我错了 知道错了 错了 搭点事 我错了 错吧 我还在对了这挺好 你知道吗 其实我早就不省你的气了 不知道 但是我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 我都不搭理你呢 我就心思给你长个教训 我要让你意识到 这件事的严重性啊 我为啥控制你花钱 知道不 不知道 那我不就心思让你少抽点烟 少喝点酒吗 这不都为了你身体好吗 都是你做的 不知道 不是 都是你爱吃的 看在你表现这么好的份上 原谅你了啊 哎呀好媳妇 你说这么晚能谁 你开门去 好媳妇 哎呀 嗨 你找谁呀 不认识我了 哈哈哈哈 哎呦大明啊 你这硬杀的吓死我了 不是这谁呀 不是女朋友啊 大明哥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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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好媳妇还挺难改呗 你赶紧让人家进来呀 请请请 嫂子家 小子好坐啊 哎呀哎大伯爷您这么晚有事啊 这不嘛给你俩送情帖来了 哎呀你上个月还没心呢 这个月就要结了 我俩这么行赶个潮流 闪个混 他怕我不要他 他怕我不要 他儿子家我的多金嘴甜颜值高 就像金罐家多宝 啊 家多宝 小凉产 小蜻蜓 嗯妈 小章鱼 嗯妈 小金鱼 嗯妈 嗯妈 我是小熟 我还会去寻 小青梦 哇 哎呀 你哥他有意思 别打理他 咱做吃饭 哎呀哎呀 哎呀这来的早 不是来的小 老公再整点 还整点 大河啊 你说这媳妇挑的是真漂亮哈 这不按嫂找的吗 哎呀哪有嫂子好看呢 那再说了 那我哥也挺好吧 还挺幽默 学那个小青蛙 哇 哈哈哈哈 我是金妹 我是指 你刚才那小青蛙 不对 应该给你这个口腔打开 小青蛙 哇哇 哈哈哈哈 他哥太逗了 哎呀你 你刚才学那个小庆庭 你教教我呗 哎呀哥 这老简单了 我教你啊 小金鱼 小蜻蜓 小火豚 小鲜鱼 哥你跑那气也挺嗨啊你啊 不是 我这不和我哥开玩笑呢吗 我知道 你没有哄多气本是吧 对对对 哎 嫂子 其实我今天来啊 除了送蜻蜓以外 还有第二件大事 啊 说 我听说什么 跟我哥好像闹点别扭啊 是 前段时间有点小矛盾 但咱俩好了 哈哈 这你和好了 好了呀 哎呀 哎呀 这我老杨心就放下了 哎呀好了 太好了 不是 你俩吵架 我没少吵架啊 我没少吵架啊 我就想办法给你俩来劝架 我在家背了好几宗方案 今天过来 好了 好了用不着 哈哈哈哈 太痛了 哎 要么说媳妇啊 嗯 那你还得学着嫂子 是不是 就嫂子 就嫂子大度就得值得你学习 对 是不是 那哥别家庭 哥谁媳妇 能愿意让自己老条都结婚十多年了 还家前女儿未进呢 啊 你挺能的呀啊 什么年来都怎么联系上的啊 你想像那种 嫂子 别生气 别生气 老阳你哥这下说什么呀 嫂子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吧 我哥这人挺好的 你看 这老些菜 都我哥做的吧 这老阳 你啥时候做过饭子 都不会吧 嫂子我再跟你说 其实我就觉得吧 像我哥这样的 大大咧咧挺好 他没啥心眼啊 这男人要是有心眼啊 那他给你藏钱 藏私房钱 私房钱呢 你这年 你该说我不说 你大明哥就这毛病没有 不会 是不是 就是我家老阳吧 那天给我弃玩玩来了 我那天 回家坐着 看电视 我就一摸我这抱枕 哎呀 稀里花来 什么玩意呢 就拉个小拉链一看 哎呀 买一把子钱呢 哎呀 老阳啊 你长能耐了 你往大明哥家藏钱 是不你 这钱不是我的 我这怎么办 我这怎么办 小朋友 我的说这钱也不是我的 能信吗 你能信吗 你能信吗 你能不能信 我不信 其实你不要管我啊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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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俩圈和好 我能走吗 咱解着说啊 嫂子 咱不管啥 咱说让你高兴了 好不好 对 说让你高兴了 哎 嫂子 我听说 钱只储国了 哎 我大明哥哥给我这儿 拿了三千块钱 你上啥国本了 好玩 我去哪国 大明啊 我应该是去的 哪个国 发现王国 那行 我去的发现王国 咱俩商量点事呗 安小 离婚 我提了 你这么买 你上哪呀 上发现王国 别生气 哎呀 嫂子 你别生气啊 老板前 你没出国呀 出啥国呀 全我哥在这边呢 都在这瞎边呀 哎呀 怎么女人命 咋这么哭啊 哎呀 您说大明哥 这我这再说上你了 我必须是站扫立场 然后好好批评你俩 我是您知道什么 你闭嘴 你不知道啊 闭嘴 我老公跟你说话呢 哎呀 咱俩从哪来的 这是 大明哥 你这现在 做这个做法 就是违背了夫妻的底线 你夫妻最起码 你必须要坦诚 哎呀 大伯儿啊 你这话 那可就太对了 你这夫妻之间 这要是不坦诚啊 这日子就没有法过呀 没有法过呀 什么事啊 你两口 遇到点事 没有关系 是不是啊 你说看不就没有事了吗 对啊 你就比如说我吧 前几天啊 我去健身房跑步 哎 我刚上跑步计吧 对面 来了个小姑娘 哎呀 长得挺好看啊 上来一巴巴 把我手给抓住了 没事就跟我讲啊 说这个跑步啊 跑步好容易赏乞盖 说让我陪她去跳健身操 我这一看人家都关心我呀 这后来就把卫星给架上了 你说就这事儿 我当天回家我肯定不敢讲 但今天我就坦诚了 怎么我媳妇 她能剩我气吗 这事儿剩啥气 再说我没事儿 也练个剑美操啥的 因为你这整挺大陆啊 嫂子以后跟你学习啊 就提名你这份心胸 你能干大四啊 是不是哥 看没看见啊 看没看见啊 看没看见老弟选女人 这份独到的言过 咱再结着坦诚啊 第二天 我又去了健身房 这把我根本就没大理 跑不及 我直接就奔剑名操上去 半天老弟学舞蹈还快乐 没一会儿啊 这伴儿里啊 这所有小姑娘 这位置就全让我架了一遍 就这事儿 我回家肯定不敢讲 但今天在这儿我就坦诚了 怎么 我媳妇能不能剩我气吗 不能 大伙儿啊 你那啥 你要没什么事儿 就往回走吧 再不走 我就真怕走不了啊 我说我往哪走啊 你和我嫂现在出的决裂的边缘 我能走吗 我必须把你俩劝服成功才行啊 是不是啊 咱解着坦诚啊 再比如说第三天 我直接上前面05去了 我这回头一看啊 这45排小姑娘就朝着要跟我去 那么你看 那么再使点真功夫出来了 那我上去就非常简单 做了几个洞 123 567 223456 7 我这一跳完啊 毁了啊 扫得我跟妳讲啊 全都过来了啊 这优势给我擦汗 优势给我滴水 哥你听我讲啊 这边跟我照相 你看我呀 这边跟我照相 那边跟我献名 最后给我来了个景气 就写着 见没操小王子 就这事 我当天肯定不敢讲 但在这 我今天就坦诚了 怎么 我媳妇等她上我去啊 大夫人 你是不是今天呢 比老俩好在那变呢 我跟她走啊 现在宣布真是好 是不是变呢 哎 你到他去 就是变的 对不对啊 变的 老俩哥这卡不什么眼 变了 我说的都 认识啊 完了 媳妇看不看见 脸着现在已经 一个鼻孔眼出气了 依我看啊 咱再点拱一份 马上就好 对啊 拱拱拱啊 今天必须给我拱透了啊 老俩今天既然说到坦诚啊 那我今天也跟你坦诚一次啊 就我这鼻子是垫的 你不知道吧 那我现在用那次墨 我还没告诉过你吧 我之前还玩过什么闷闷呢 你不知道吧 我漂流瓶让得比谁都远啊 我认识你之前 我还订过婚呢 那我离过婚这事 我到现在没告诉过你吧 嫂子 刚才那请柬呢 这不真的吗 不不不媳妇你听我说啊 我刚才都瞎说了 我哪离过婚啊 我胡话本上不写得很清楚吗 我刚才都顺了话 不劝嫁了吗 你别生气啊 劝劝劝 我看你还是劝劝我吧你 媳妇你听我说呀 媳妇 那个哥嫂 你俩现在好了吧 好了好了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别的不讲啊 怎么回事 微信藏钱 发现王果呀 媳妇啊 咱俩结婚都快十年 当时吧 咱俩条件不好 讲终点 这要签你用微信 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知道他在溜贵府上班 是个买算机吧 他能打折 知道我一直签你一个 特别像样的结婚钻戒 发现王果 是因为我买钻戒的时候 差三千块钱 我问大伯借的 藏钱 我是因为想早点 还大伯借钱 当时我没好意思跟他说 他还挺不容易的 本来想 在十周年的时候 给你个敬喜 你想得要能两口过 跑得细塞呀 好 好 许范儿 许范儿 十周年 快吧 你咋不早说呢 我不是想邀个静醒吗 许范儿 咋以后 再也别打架了 嗯 再也不吵架了 那个 你先跟这儿等会儿啊 你失败 我宠去一趟 你这么晚了上哪干啥呀 我上趟发现了我 不是 他都打成什么样了 我得去圈圈呢 是啊 那我也去 这样子 好 谢谢 我告 六 涵呢 你 好